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12月5號 今天真的會和大家看一系列二英港人的花生 這個二英港人YouTuber Coco哥 近日邀請了一個英國律師來做訪問 爆出原來有不少BNO二英港人 因為離婚、家暴、甚至斬人、官非等等 被遣返香港 Coco哥在分享的時候還特別強調 如有類同就是實屬巧合 千萬不要對號入座 這位英國律師就說到 最近有香港人找他諮詢 說自己被捕 原來是牽涉到一些兒童色情的嚴重罪行 那客人 那位移英港人就說 因為用BT不小心下載錯了 結果出了事 被人上門還在電腦那裏 真的找到有相關的素材 真是水洗都不清 律師還說 對方還因為信錯律師 以為認罪就可以簡單處理 不用打官司 不用坐牢 判處社會服務令 但是律師忘記說他知道 因為他不是英國本地人 若認罪的話 就會被遣返香港 這則報道 這則報道 很多朋友 網友 都懷疑 真與假 這裏Simon就補充一下 因為這則報道 可能沒有那麼完整 其實他們的影片裏面 是有說到的 英國上網 其實都有 防火牆 例如 你在Google 搜尋這些內容 政府其實就已經 馬上搜尋到 他就會看你有沒有儲存這些相關的兒童色情內容 還有講到 那位已經講人 他使用BT 去下載的同時 亦都是在這裏上傳的 那你上傳就趴街啦 這裏Simon補充一下 你在這裏上傳 其實就是傳播 就是你在這裏傳播 兒童色情內容的 關鍵點是他用了BT 這裏 結果搞成這樣 另一件事 他們第2個個案 有講到 都是關於兒童色情事 有講一名 教小朋友樂器的二英港人 被人投訴 說他有 在教學過程當中 有身體接觸不當的行為 被調查 已經被停工 亦都有警察 邀請他去錄口供 之後呢 這個二英港人 就有再打電話給這個律師 諮詢的時候 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有爆響口 原來其實在一個過程當中 都有摸了一下 那隻腳幾下 那這個律師還形容 聽到這句的時候 大家都靜了 其實你間接 他已經跟律師承認 其實他是有做的 那怎樣幫你打呢 是不是 那對於這個 Point呢 Simon也補充一下 他們分享當中 還有講到 當地的年輕人 很兇的 如果他們不喜歡你 隨時做你的 那怎樣做你呢 他們就舉例 就講近期一宗 好像是美國的案件 但是那個手法 類似 那就是有班女同學 就舉報一個老師 說他 就是MeToo那些東西 就是怎樣的各種性侵犯 那最後呢 真的告到那個老師 停職 炒魷魚 但之後 其中一個 同學呢 就良心 過意不去 那承認 其實他們是一起去 誣蔑老師的 打算玩一下 做一下他 那最後那個老師 就被撤銷控告 那真的沒事了 學校呢 都有點賠償 但是 一班女同學呢 做假口供 就沒事了 那麼 Simon 自己覺得 就是 都 聽起來 好像是外國的學生呢 或者不一定是學生的 就是 可能就是 很年輕的人呢 他們是真的比較容易會利用自己 是未成年人士 然後 做一些 犯法的事情 而 後呢 那個 法律呢 對他們呢 是有額外的保障 即是呢 他們可能是沒事 或者是好小事 所以他們很懂得利用這些地方 那對於 這一則的 報道 即是 這一則的 案子 有網民 還有留言 分享 說到 其實做老師 都真是有點危險的 我有朋友 又是被學生無告 說幾年前 在做那份工作的時候 摸過他 他就被警察拉了回去調查 後來 保釋出了例 但是一個月 回到報道的時候 又撤銷指控 就當沒了件事 不需要負任何責任 但他朋友就說 當時是受到很大的精神壓力 非常無辜的 那個律師又提到 最近越來越多人 打電話 向他諮詢有關離婚的事情 說到 在當地 一些移民圈裡面有不同的公海群組 當中香港很多BNO移民是一家幾口過來的 一家幾口過來就是會有私人 就會因為在香港可能他們是有工人姐姐 但過去就沒有工人姐姐幫他們做家務 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工人那樣很辛苦 也都會埋怨老公明明是Web from home 又不幫忙做家務 因此吵架 律師就講笑地說 發現香港的工人姐姐 其實真是婚姻的潤滑劑 律師也有透露 很多移英港人 十個入面甚至乎有七個是女性 找她去諮詢離婚的原因 甚至包括 吃羊腸 搭上本地人 回不了頭 又說老公不幫忙做家務 真是頂不順 覺得老公好吃冷飛等等 但是 在他們的這種case當中 可能會出現一種情況 就是 他們兩個 可能只是老公或者老婆 有一個因是有BNO資格 若果離婚的話 理論上 對方就不再是依靠關係了 雖然英國的home office 就不會畫公仔畫出腸 白紙黑字寫明 但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的話 沒有BNO的一方 其實是不可以留下的 律師還預計 到時 過了五年 永居到手之後 離婚需求 就會大增 另外有一個 更加刺激 律師還說到 一宗事件 就聽聞 兩家人 兩家人 都是香港人 好像有個老公 幫人做小型裝修 當然 你是在隔壁房子 當然幫你做 又不知為何 做一下做一下 Coco哥意識到了 做裝修變了去通渠 忽然間出現一些 色情劇情 搞了一個 換砌遊戲 但是 又只是換了一邊 另一邊 又沒有換到 律師說說沒有換到 其實就是 不肯換 導致到後來 出現血案 律師就表示 相信他們被人踢回香港的機會 都大 因為 這個case 是牽涉到用刀傷人的案件 是一個多嚴重的 家刑因素 來的 這條影片 都可以說是 被廣泛報道 有不少的 網民 就 說到 劇情好像真是整個小說 真是質疑真 還是假 但是 Simon 自己簡單地理解 律師現在是出了鏡 沒有披走的樣子 沒有打格 若果他這樣的情況下 那麼光明正大 去說謊 應該都 挺嚴重的 是不是 另一方面 那個coco 也是留下了 律師的聯絡方法 要間接幫他宣傳 找生意 所以你說真還是假 大家自己衡量 若果他是造假 成本應該都 挺大的 是不是 再另一方面 就是 也都 令到Simon 想起 就是有些 黃人 當時 離開香港的時候 不是說全部 但是有些 很明顯 有些人是這樣的 就在香港 可能用一些 根本是犯法的手段 欺騙 等等 去獲利 又或者他們 去借盡 那些錢 是沒有想著還的了 就想著去到外國 一去不回頭 那麼現在若果這班人遣返呢 就真是不得了 是不是 另一方面 大家也要注意 就是 若果身邊 真是有些人 就說 回流香港 那麼其實他會不會 是廣點 不廣點呢 他會不會在當地 因為什麼事情 而被遣返呢 那麼他只能夠美化成 回流香港 是不是 所以 到時 會不會有班人 又不是那麼喜歡回流 這班人 就不可以怪人了 機會率就放在這裏 在下一則的消息 都關於這個移民英國的事情 不過這次就是 英國宣佈消息 英國就宣佈 大幅收緊移民政策 就說可以令到移居英國的民眾數目 減少30萬人的 還形容這個是英國有史以來對合法移民最嚴厲的政策 新政策實施之後 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 工作簽證申請者 都會受到影響 在上個月英國公佈的數據就看到 去年英國淨移民人數達到 74.5萬人 創下歷史新高 而據當地的非歐盟國家民眾 就以印度 利利亞 以及中國人最多 英國內政大臣就宣佈 由明年春季開始 會取消 學生家屬的權利 即是陪讀的權利 另外 移民支付的 國民保險費就由原來的624英 調整上升到1035英 升幅達到66% 申請技術工作簽證的人的最低薪金要求 就由現在的2.62萬英 增加到3.87萬英 護理人員的簽證就不受這個限制 但是護理人員就不再允許攜帶家屬 根據當地的最新數據 目前英國全職員工 的平均工資 是34,900多英 即是說 他們的 技術工作簽證 最低薪金要求 提升了一半 而且 以前 26,000的時候 即是說 他的工資 應該低過英國 Local 的平均工資 相對 便宜的勞工 倒轉 日後 3.8萬 多英 即是說 日後 請的人 要貴 低過英國Local的平均工資 報道還有說 截至9月 到過去一年之內 6.6萬人獲得英國的工作簽證 同一時期就有 14.4萬人獲得 健康以及護理簽證 當中大部分是在療養院工作 接近佔所有工作簽證的三分之二 當中很多外國工人都會攜帶家屬 大臣就表示 預料有關的措施 可以令到未來來到英國的移民 減少30萬人 這個措施整體上就對 BNO的做法影響 就應該很少 但是態度其實就看得出 當地民眾 喜不喜歡外來人士 就大家看到 有相關的民意 才會 最終導致政府要去做這個動作 好了 去到影片最後部份 亦都是和大家聊聊天 看看觀眾留言 有一位觀眾就有說到 Simon 很少在這裡留言 但是今天想和你分享一下 Simon對香港沒有能力買樓的觀點 以前的人買樓很多時候都是兩夫妻 供一份婆婆一份 做多份工 大家為層樓去努力 至於有沒有去旅行 算吧 出街吃飯都沒有 辛苦熬五年七年 大家都知道熬過這些年就有好日子過 現在的人是放棄 又或者是借口去將錢花在享受上面 當年 單身買樓都是很困難 不要說到以前買樓很容易 高地價政策下 沒有運行 但又製造很多富有人家 至於你說樓價高 是呀 個個都是要買600呎以上 但每一個經濟好的地方 高樓價是必然的 那怎樣 只會在面積上去減 五六十年代就算是唐樓 間間都過千尺 太子道那些 接近2000 七八十年代 是700到800呎 九十年代 到600呎 2000年前 即2000年前 哪有人會想到有400呎的樓 就算內地 例如廣州 不用我講 都出現幾百呎的單位 這個是經濟起飛的必然產物 只是香港人只會埋怨 沒錢買大 那就買300呎 200呎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不是 只是香港 另外香港都有很多機會 每一個年代都有不同的機會 就好像你那樣 懂得轉做KOL 不是說你 而是說香港所謂年輕 只會去向負面埋怨 那不如想辦法 香港政府現在又說要找人手 那為什麼不自怨自己 不讀好本書 找份好工 就算讀書不好 都有機會的 有個好例子 個個都說門市生意沒得做 個個都淘寶 深水寶就有兩間是代表 電什麼特賣場 淘什麼多 人家是在淘寶上面想生意 不是怨淘寶搶了生意 這些就是強人和弱者的分別 其中一間老闆當年還是年輕人 都是一間店鋪賣USB線 賣到現在世界文明 還有兩送飯之旅 那麼不賺錢 會不會開到到處都是 首先多謝這位觀眾的留言 其實這個話題是 可以談很久的 廣度深度都可以講很多 整體上我是認同他所說的那些情況 但結論上呢 仍然都是 不認同他 Simon那一邊的講法 我自己覺得 他所說的那些情況是對的 但是 並不是事實的全部 即是有其他的因素存在 Simon 就以補充的方式去講一下 他就有講到 以前香港人 公一份婆婆一份 很努力 捱五年七年 這樣 那麼現在的人呢 更加多的可能是放棄 或者叫有個借口 把錢 使用了在享受之上 那麼這裏呢 我自己覺得是缺少了一個關鍵數據 第一個關鍵數據就是 問一下大家 以前 香港人 就 供一份婆婆一份的家庭入息中位數 然後去購買當時的香港的 樓 的中位數 的那個價錢 是 不吃不睡不餓 多少年能夠買到這一層樓呢 租位數對當時的中位數 那麼是有個年期的 其實我是不知道那個 以前的數據 但是 我大概知道現在的數據 現在的準確數據呢 好像是十幾二十年 大概是這樣 不同機構的計算方式有些不同 那麼整體上就是什麼意思呢 整體上就是叫做 灌絕全球 不是第一 第二 第三 一定是處於 最領先的位置 就是做死你也買不到樓的那種 那麼這個困難呢 以前 是低很多的 以前那一張牆可能是五年七年 你會願意去爬過去 去到現在 這張牆是幾十年 你是 看到 真是我自己這樣覺得 我個人的感受就是絕望 是 那麼當然 大家可能家庭因素 會不會上一代再給你資源 各種各樣的因素都有 但是如果你說很簡單的一個普通人去看 絕對是絕望 我形容整體上就是叫絕望 這個困難呢 以前是 小很多 那麼導致到另一件事就是 基於我看到這張牆是絕望地爬不到過去 所以我寧願將那些錢 拿去享受 做就到最後 越來越多人說香港人喜歡去旅行 這些東西 因為同樣的錢 在香港 你拿去消費 一百元的消費入面 其實可能有一大部分是在交租 大家是懂得到的 那我寧願拿去其他國家消費 所謂的性價比更加好 是不是 其實今天香港人去北上消費 都是很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這件事 香港不是說沒有那個那麼好的服務 不是說沒有燈紅走路 但是算上那個地價 那你給不起 有錢人就給得起 那麼我們這些普通人 只能夠選擇去 更有性價比的地方去 娛樂消費 那麼深圳是個好選擇 那麼更加諷刺的是什麼呢 深圳已經在內地被人說他是高地價 華為都要撤退 但是我們香港人還要 特別覺得那裡就是很便宜 是不是另一種諷刺 另一部分就是有講到 一個地方經濟發展 那麼樓價就會跟著上升 這個是必然的 這個也是沒錯的 但是你缺乏了一個關鍵點就是 香港經濟真是經歷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的爆發發展 樓價是應該要上升 都是對的 但是他有另一個因素 令到樓價再上升得不正常那麼快 那麼你都說高地價政策 是不是 港英政府玩出來的好東西 當然港英政府創立的 但是香港政府到時候回歸了 玩了二十幾年 我們繼續玩的這件事 到現在我開始看到那些曙光了 就是希望比加超能打贏 是不是 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呢就是 不要將現在的 就是香港 有經濟發展所以樓價高 就完全不去理會 當年的高地價政策 很多國際其他的 經濟好的城市 別人是沒有玩這種高地價政策的 甚至乎舉另一個方向的例子 那為什麼新加坡 別人經濟那麼好 但是別人的居住問題又做得那麼好呢 又不會說 搞到那些人沒有得住呢 別人跟政策上跟我們也不同 我們所謂的高地價政策 說得直接一點 就說這幫窮人有沒有得住呢 我最緊要我是要 弄到那些數據要弄得漂亮 是不是 我們再去到就是 香港 尋找發展機會的這種 想法 就有講到 Simon 轉做KOL 或者 淘寶 有人懂得去利用淘寶 在香港做生意 這樣 不同的時代都會有他的機會 但是 要注意就是 沒錯 這些機會 Simon 可能在你們心目中 還是一個 成功例子 但是你要客觀地分析 就是以前的香港 處於發展階段的時候 那些普通人 他們階級上升的機會 多 還是少 對比今時今日 哪個多哪個少 很明顯 以前 就是更加多 因為那個時代更加多機會 今天不是說沒有機會 但機會就少很多 舉一個 不開心的例子 正正就是Simon 現在開了關了 但是大家看Simon 如果你有特意想一下的話 其實Simon 大部分的影片 仍然是在內地拍攝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土地問題 在香港 這間屋子始終就不夠大 那麼如果你要拍片 其實會阻礙到家人 又或者家人說話很大聲 看電視看不同的東西很大聲的時候 其實他又會騷擾到我 互相騷擾 所以其實Simon 已經明白到 我已經沒有什麼機會 再在香港拍片 那麼 我算不算也都是 懂得去找機會 那內地這些 房價租屋 便宜一點 我又懂得走來找機會 但是香港是 叫做 比起以前是機會少了很多 不是說沒有機會 但是這個機會少了很多 導致到大家 那個期望是不同了 當你 看到那一份 幾十年才有機會上到車的 那份牆 那份高牆 然後 社會發展機會又慢了 階級上升的機會 也都少了 那麼這些人 會不會是會想離開香港呢 甚至乎也都這樣講一句 其實Simon 又算不算已經離開了香港呢 儘管我家是在香港 但是我可以有多少時間在香港呢 又是另一件事 不是我不想回香港 土地問題 OK 絕望的其實 OK 數字太大了 好啦 整體上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好 встрет 是 搔